健康道 今天我要说从一个女孩子身上发生的怪现象说起 到底发生什么怪现象呢 请看大屏幕 11岁的小孩王昭君在去能上学的路上突然晕倒 从那以后晕倒就成了家常便饭 走着路说着话甚至吃着饭都能晕倒 最严重的时候一天能晕过去三十几次 是什么测试发音机在 王昭虎说在昭君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 他发现言语激怒更容易让昭君犯病 好我想问一下现场的叔叔阿姨 你们觉得这个小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他是不是贫血或者低血糖啊 是不是得到什么怪病啊什么的 常常晕倒 其实这个视频呢 这个在网上呢 就被点击的这个次数也特别多 因为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的时候也会像刚才两位阿姨说的 贫血啊低血糖啊 或者是得了什么样怪病 影响到他的这个大脑啊 甚至还有人说这个封建迷信 说什么什么附体 我跟你讲这都是扯 我告诉你 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孩子睡着了 怎么随时随地都能睡着呢 这个怪现象 我们邀请到了我们今天的专家 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呼吸中心主任 郭希恒老师为我们讲解 郭老师好 你好 你好 请坐 刚才这个新闻呢 我相信这个郭老师在后台已经看了啊 视频中的这个小女孩呢 为什么频频的晕倒 而这个晕倒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她说睡觉 这个小女孩得了什么病吗 这个女孩子得了一个是睡眠的疾病 叫发作性睡病 叫发作性睡病 那她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她的睡眠的发生呢 是突然的 我们说我们睡觉都是一个需要一个酝酿的过程 对 还要有环境 可她睡睡眠呢 可以随时可以发生 这是她的特点 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半时的睡眠 同时 膝都无力 讨到地下 现在一点的防御的动作都没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有些孩子呢 有些孩子呢 由于在学校经常在上课之前睡觉 老师也不理解 家长呢 也不清楚 是 所以经常这种病人还是受到责怪 其实他是得了这种病 这种病人在临床当中还是比较多的 这种病人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 是 第一个就是 试睡 白天的试睡 这种试睡呢 是以表现为发作性睡眠 为特征 这是一个 就突然就睡了 突然睡 第二个特点呢 这种病人呢 会出现发作性触导 就是说 他在伴随他的睡眠的时候 同时会跌倒 跌倒 跌倒 这时候呢 他的肌肉是完全是无力的 这叫发作性触导 还有一个特点呢 这种病人会出现睡胎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 再要入睡 或者再快要醒的时候 他的意识是清醒的 他知道自己没有睡觉 但是全身动不了了 另外这种病人 还有一个特点呢 会往往会出现幻觉 会看到 会感觉到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这也是特点 还有一个就是 他这种情况 发作性触导的情况呢 往往是有原因的 就是往往在情绪激动的时候 特别高兴啊 特别激动的时候 容易发作 你看他跟他父母吵架的时候 生气的时候 突然就会发作 还有一个特点 这种孩子呢 往往性格呢 会比较古怪 可能是非常容易激动 容易发脾气 是 为一点小事 他可能会反应 非常的强烈 所以你会感觉到 这件事情 他根本不至于 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但他会有这种反应 那造成这种发作性睡眠的 是什么原因 是他的生活当中的 不良的习性 或者是他得了什么病 或者是他 有什么刺激到他了 我们说这种病呢 就是睡眠障碍当中的 一种类型 我们叫他